S.D.高達今次,他們說搞的官方名叫第一屆大將、殲滅戰 其實這是因應新模式推出的比賽 講一下模式,剛剛的模式出的時候,很多人都有錯覺,以為是大將、狩獵戰 當然是打個大將 不過我要補充一點,11月23日已經開始接受報名,去到12月12日為止 其實有興趣的玩家,要上網上留意詳情 接著今次大將、殲滅戰,大概那個 我先講一下 其實最初有些誤解,就以為主要是打個大將 因為本身一進去入戰的時候,就會隨機決定的玩家是大將 很多人都要錯覺,以為就是打大將,其實不是的 其實一隊人裏面就是要保護大將,去負責打其他人 因為大將本身打其他人,如果成功擊殺的話,就是五倍分計的 那你打大將,都是五倍分計的,但是如果其他隊友殺了人,只有圓分計的 所以這些隊友是負責削弱,對面隊的機體,然後又 專門給你做,其實就是執計大賽 都是護衛模式的執計大賽,所以跟以前的技術層面是不同的 總隊方面,人數方面 總共是四個正算加一個後備,有32隊打的 那其實大家聽到,浪費到,嘩,可能 嘩,等你打很久 那其實,因應獎品關係,其實是值得的 因為今次的獎品有,其實如果贏了,就每人都要有一部S級的27高達 那其實這部機是韓國好受歡迎的 那其實現在本身有沒有,暫時沒有 那你贏了比賽每人一部,其實這部機的價值都超過2000元以上 那其中一個MVP更加可以拿到,真的超限量的SSMVP 即是,表現最出色的那個,贏了冠軍那隊才其中一個人消贏一部 那其實如果照計之前,限量機體的價值來說,這部機是超過6000元以上 嘩,真的 是,之前因為千元炒的包,只炒一部機都可能炒到一萬多元,那部機其實都差不多價值 那其實,據知官方會在12月14日公佈賽程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參加S級高達,想去看 截止一期12月12日,那你們可以去看 因為那些獎品都很吸引 那如果照計來說,都是入曲的 那我不知道那些人會拿出曲去炒 那就是 因為之前,他們官方,我記得去年在Yahoo拍賣誰呢? 那些高達呢? 即是,即是不正常的價值,炒到真的很貴 最後炒的包的價值,好像是一萬四千元 原先是多少? 原先就是,其實好像是兩千元 兩千炒到一萬四千元 即是,因為那時候官方說的包在Yahoo拍賣誰呢? 那在萬節成交價,好像是一萬元一個 一萬一一個左右 那轉手那個,我不知道賣多少錢 似乎你高達迷都很瘋狂 香港的高達迷 不過現在有另外一個比賽,Gamman比賽 後戲之秀也很厲害 這個比賽就是有現金獎的 這個還要有現金獎 現在說的是暗三個Online 暗三個的王者競技挑戰賽 比賽報名日期,會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呢? 其實現在去到十二月的十一號 都是可以報名的 不過那個形式就有些不同 因為它是限制了五對五娛樂模式 那如果你說隨便早五個人去打 那相信你出戰機會都幾未下 因為始終是經濟層面比較高 始終是Doctor Game 那你一定要有些配合 本身是工會的朋友,或者你認識的 那你用開麥克風,打一下知道對戰的模式是怎樣 有些操作意識,才可以參加到 哇,很大機會出線 但現金獎呢,好像也沒有說多少錢 很關心 現金獎其實,照看應該是五千元 五千元呢,之前呢 其實五千元是一個人 還是一隊人呢? 應該是一隊分吧 應該是一隊分吧 這個就不太清楚了 大家可能上官網會比較清楚 其實這個 競技層面比較高 所以隊制也比較少 是十六對隊的 那你如果贏了出來 只要再贏什麼 贏了台灣過來的挑戰隊 那就可以拿到這五千元 那其實如果你說出了線 那其實是一對一 只有冠亞軍 台灣挑戰隊是甚麼一隊啊? 一隊,都是一隊 即是五個打五個 都是打各個模式 那其實你贏了香港 一定是獎品的 那泰利是最高的 泰利是最高的 那其實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是用比賽模式的 那可能... 因為比賽模式是會 好像LL那樣 會Band英的 即是能扭來Band英來選 所以... 可能Band英的時機 就決定了你贏還是輸 因為那些英初學比較強勢 至於累積了優勢 就很大機會會贏到比賽 那應該其實都... 聽起來都幾吸引 因為有獎金 有獎金 就是現金最實際 不過我們呢 其實現在剛剛... 其實接下來幾集都會繼續講 因為其實參展商 暫時知道 就只有Game 1 其實不止的可能... 現在又不止的 其實是多個主要 很多本身... 單機遊戲 好像Winling CSC 可能其實都很大機會會搞比賽 但現在詳情未知 因為他們官方都未太公佈 太多消息給我們 總之一直留意著 因為本身競技遊戲 都是那句 外國很盛行 其實有很多是職業打手 甚至可以參加比賽 好像BSCG比賽 我相信 不久將來香港 其實都可能會越來越蓬勃 這一個競技遊戲 其實... 因應Game Store 而是越來越多 好像... 一些特別機會請做 會選一隊香港隊 去對其他地方... 海外那些 對 像台灣 像韓國一樣 剛才提到的Winling 其實我們現在... 這一部分 剛剛又可以轉換話題 講一講... 新遊戲 韓國有些新遊戲消息 可以公佈一下 最近說... 會出Winling Online 其實... 之前... GSTAR到... 之前上個提... 上期提到... 其實都... 有很多人知道的 是... 現在看他們... 官方的Trailer影片 這遊戲... 大家都知道 是Winling改編的... 那... 照看片呢... 那些玩家估計就是... 模組像... PS2 大約是Winling 6 到Winling 10 那個層面 設定是... 我個人看來覺得像10 那... 其實他們的人物模組樣 我覺得是比較像6代 其實... 這遊戲呢... 本身就很久之前 已經說要開發的了 但是... 我覺得... 因為他們官方... 是合作開發的了 想加多些新元素下去 所以才搞到... 推出日期比較遲些 那... 其實這次他... 推... 在GSTAR裡面推出的遊戲呢... 都是想... 累積一些人氣先的 其實他很多場程都未公佈 因為呢... 其實這遊戲... 本身... Winling出了這麼多代呢... 其實他本身自己都有... Online 元素 就是這隻... 所謂的Online 版 跟那些Online 版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 首先... 最大的元素就是... 正常你打單機的... 連線對戰呢... 我可以說... 官方的伺服器的質素真的很差 基本上... 很多情況... 滾機啊... 斷線的情況出現... 或者連接不好... 那...Online 版... 因為是客戶端的關係呢... 就是很多... 模組啊... 其他東西都是混合你部機 以及混合伺服器 那... 相對來說... 那個... Ping 數... 就是你電線的質素... FPS是會高很多... 就是會順很多... 那... 即是他實際是... 用客戶端下載的形式... 那... 因為是... 你本身在客戶端提供了... 你下載的... 那...應該順很多... 照計... 客戶端連接韓國方面... 這個技術是... 做得非常之好的... 嗯... 一定會... 比以前... 你... 單對單連線的人會好很多... 那... 現在就是裡面... 剛剛... 現在就是... 裡面的in-game畫面啦... 其實看到呢... 他... 連線流暢度很高的... 不過... 他會不會有個... 浴城模式Online... 可以... 其實... 這個就是另一個... 特別的地方... 其實... 現在看到呢... 他的... 那些模組... 其實... 過得幾次Fever... 是... 有點像... 真的有幾次Fever... 連一些動作啊... 那些細節都是... 所以... 我先說... 會比較... 用了... Winning 6... 那些模組... 但是... 設定就是... 編在Winning 10... 因為其實... 之後... 有些玩家... 上傳了一些... 是... 現場試玩的影片... 都看到... 設定是... 不是舊版來的... 但是... 可能... 模組... 他未修正... 始終... 遊戲... 聽說的過言性度... 只有50%... 那... 剛才提過... 有個... 弱城模式... 其實... 弱城模式... 就像... 我們玩... LL 的遊戲... 例如... 1-10... 有個層級... 你可以選一些球隊... 就像英雄那樣... 那... 你球隊裡面... 你可以練那些球員... 有個數值在... 就像龍谷那樣... 每日有限制... 例如... 一千點的氣力值... 你去練啦... 那你可以... 訓練某一個球員... 去訓練... 提升到某個程度的... 以前... 都... 小時候... 都... 經常玩... 浴城... 類... 浴城足球啊... 那些... 其實現在這遊戲... 就好像結合了... 浴城足球的... 還有... 比較不同的地方就是... 你不一定要... 跟他的數值... 來設定到... 好像... 原版... 那樣... 例如你玩思浪... 思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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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很快... 但是他的身位... 就很差... 那時候... 突然間... 突然間... 就傷了出場... 其實... 這方面... 浴城可以比較自主的... 就是... 你不一定要加到... 速度很強... 你可能犧牲某些... 其他數值... 來加他的... 身位... 那些什麼... 所以... 每個人... 球隊... 去到... 差不多某個程度... 都是... 數值在接近的... 但是... 決定的數值... 他的... 球員的能力... 那對人的特色... 其實都會不同的... 不只是... 醫換家的... 自己的決定能力... 是啊...